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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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小就领了结婚证了 所以我说你们是夫妻没问题 对不对 没问题 只是还没有办酒席 对吧 对 所以今天来是为啥呢 你们可跟其他的情侣不一样啊 就是我跟我对象呢 我们俩是属于姐弟脸 然后我比我对象大三岁九个月 我是在同龄人算是比较早熟 因为我接触社会比较早 大学去兼职什么的 所以我就是比我对象就是更成熟一些 所以我们俩有时候交流的时候 就总是觉得不在一个频道上面 到现在 他的这些问题还是没有改 包括我们领了证以后 然后包括现在我们马上 即将要面临这个办酒席 就是很多就是人身上的大事吧算是 他并没有给我一种 男人的那种承担那种责任感的那种感觉 是 然后现在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矛盾 我现在都不知道这个酒席是该不该办了 你知道吗 哎呦 办哪 二十二岁就是不成熟嘛 二十二岁对一个男生来说 就是一个小男孩 行 说问题 比如说他就是幼稚 小孩子气 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就是发脾气 比如说冰箱里面的这个 当时有这个黄瓜 然后我是拿出来还是放进去 就根据这么小的一件事 他就能跟我大吵一架 大发雷霆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为啥 因为当时是那个黄瓜 将近在冰箱里放了一个星期了 然后呢 他非要拿出来 他说他待会儿吃 我说我了解你 拿出来肯定会放坏 然后呢 他非要拿出来 然后我说 你就放冰箱里 你想吃就立马吃掉嘛 他非要跟我争执嘛 就是他这件事本身就是错的嘛 然后他还给我扮鬼脸 我就当时气就上来了 没忍住 然后就把我买的西瓜摔掉了 摔掉之后 他说 你就这样子是吧 我当时是在气头上 我知道我这样摔东西是不对的 但是当时是真的忍不住自己的脾气 然后就把他心里念念 给他买的榴莲摔掉了 那个榴莲是我自己买的 花我自己钱买的 然后他就都摔掉了 榴莲摔开了 正好就吃了嘛 省得包还四手 摔了一地 稀巴烂 很大的劲 而且摔之前 他就特别幼稚 他就说 我让你吃 懂就摔掉了 就是很小孩子气 就让我特别不能理解 然后还有就是 他总喜欢管着我 他自己不赚钱 花着父母的钱 然后我呢 是花我自己赚的钱 我买衣服 平常 有的时候 比如说买了多了两三件衣服 他就会问 你这个衣服多少钱呀 怎么又买了这么多件呀 怎么怎么 就老管着我 我们也会因为这个事 产生政治 因为我真的很不能理解 我工作 我花我自己的钱 他不工作 他花着父母的钱 然后他反而还要来管 这我花钱 我就觉得 不管是我们现在 结婚是否 我们俩也是个体 不能说我们俩 因为在一起了 所以他就要控制我 或者我去控制他 这是对的 就是他几乎 每天都要去商场 一忍不住 就可能花个七八百 大几千 我就是觉得你买得太勤快了 他把钱花掉了 然后我们两个呢 就是在一块呢 我肯定要柴米油盐啊 什么的 我要多承担一部分 但是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啊 而且当时咱俩还没有领证 但是他还是非要就是 所以你都那样了 你还领了证 我都不知道为啥 你能告诉我 你们为啥领证吗 就是看中了他的人品吧 这是第一点 然后其次呢 是我们说实话就是已经 把婚期已经定好了 行 听懂了 接着再说 还有啥不好 然后后来就是 我当时也是花我自己的钱 办了一张瑜伽卡 我确实当时没有给他说 具体多少钱 但是他呢 却翻了我的手机 查了我的账 并且当他的家人面前 说我怎么乱花钱 我对于这一点 真的非常非常生气 觉得他太不成熟了 多大了人了 还告状 我真的非常无语 主要是 我觉得你那个钱 真是浪费掉了 首先他告诉我的 是三千块钱 报了一节课 就是我一直对他 保持这种怀疑的态度 后来我真的查了上 发现他花了将近 小一万块钱 去报了这门课 我觉得就是把钱 完全浪费掉了 就是现在有很多 优秀的博主 这些健身教练 都在时尸波 在学员 线上的课程 是线下课程的 十分之一的价格 我觉得你完全可以 在线上去报这门课 在家完全自己可以练 那我如果真的 有这个自律的话 那我早上五点起床 去跑步就好了 那就像小孩 为什么要去学校上课 而不自己在家上课 对不对 就是因为我不够自律 所以我才要 需要那个环境 你是不是也可以 稍微理解我一下 并且我花的是自己的钱 我并没有说是 去问你要这个费用 那你可以骂我 你可以说我 怎么说 怎么告状都无所谓 但我是花的是自己的钱 不是你的钱 不是也是他的钱吗 我们俩当时还没有领证 他自己的钱呢 他自己的钱 然后之前就是 我天天出去上班 然后人家呢 就天天在家打游戏 然后在游戏上面 就认识了一个好友 那个网友呢 就开始卖惨 就说我们家单亲家庭 我最近又没有工作了 然后能不能给我 赚点钱 我没钱吃饭了 我今天没钱吃饭了 我还要上网 然后人家就是 这边管着我 不让我花我自己的钱 然后那边呢 他把他父母的钱 又养着人家 每天发个红包 我有分寸呀 我就是缺人 看人家可怜 自己连房租钱 都交不起了 我觉得给他个 一二十块的红包 让他吃顿饭 我觉得没什么 就是这么幼稚 从来不会发现 自己的问题 然后还在去 给自己找理由 我现在基本感觉 很小孩 你们俩叫妈妈训子 接着训 然后后来呢 我就觉得 给了他这么多的机会 我想着 应该是会慢慢 去改变自己的吧 我们现在临着证以后 我们现在要面临的是 半婚礼嘛 因为我其实是要 远嫁的 所以我是有点 这个婚前恐惧 有点焦虑的 然后包括生孩子 女性生育这个问题 然后我呢 就有的时候 会去跟他讲 就说生孩子疼啊 之类的 但是人家呢 就不会说一句好话 就说 那人家怎么 生孩子不疼 就你疼 我当时不是这个意思 我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我当然知道 我妻子生娃肯定疼 我想表达的意思 就是想让他 克服这种恐惧 让他勇敢起来 然后这还让他 觉得是我的错 我也很不理解 但是你并没有 好好地跟我说 或者是 跟我认真的 去讨论这个事 而是那种很直白 去怼你 去顶你 然后包括现在 马上要办酒席 我们家的酒席 因为已经订好了 然后现在就是南方家 我们之前呢 本来是看好了 一家这个酒店的 因为我们是想要办 这个中式婚礼的 稍微贵那么一点 那个婚礼策划就说 需要再额外 再加一万多块钱 结果回到家以后 最让我生气的一件事情 就是 他又跟他家人 说我的坏话 当着我们的面 我那不叫说话 我只是觉得 我在你父母面前 你可以拿我当挡箭牌 叔阿姨不会说什么 然后在我父母面前 我可以拿你当挡箭牌吗 而且咱可以 办一个更好的酒席 看他说的话 就真的就是很幼稚 这个幼稚 是不是你选的呀 是 行 是我自己选的 我问你先生几个问题 还没工作呢 没有工作 刚毕业嘛 然后一直想做生意 因为我想能挣大钱 然后能养过我媳妇 你这家里养着你呢 对 目前是 父母特有钱 小康家庭只能说 一个月你父母 能给你多少钱 上大学的时候 给的多一些 有可能就在 六七千块钱吧 但是我这个钱 我会攒一部分的 包括后面 我买了自己心爱的车 首付款 都是我父母给的 一部分钱里面 然后去交的首付款 说的自己多不容易呢 那不还是啃父母吗 你自己打过工吗 兼过职 挣过钱吗 挣过 确实不容易 在大学也是兼职嘛 跑过外卖 然后拉过滴滴 然后还去卖过衣服 挺好的 那怎么现在不干了呢 因为确实挣得不多 然后而且是在兼职 然后我一直想 自己能做个好的生意 啥好生意啊 目前还没有什么想法 刚才说要挣大钱 对 多大的钱是大钱啊 能够养得起我们俩 然后想出去玩就出去玩 能够养得起以后的孩子 在你的这个规划里 大概你一个月 收入多少可以完成 大概一万五吧 就大钱如果标准定在一万五的话 还可以实现 可以啊 人家也有想法啊 他总觉得我在给他画大笔 每天就怨天尤人的 唉声叹气的 总是说顺其自然嘛 顺其自然嘛 就认命吧 那可不就 对呀 那可不就是顺其自然嘛 你今天来节目要干嘛呢 就是我们现在马上就是要办这个酒席了 就是前两天刚吵了一个大家 就是中式婚礼加一万块钱 对 然后他就跟他父母面 就是又说了我的坏话 就感觉他改不了 就非常伤心失望 所以就真的不知道这个该不该办了 你其实说白了 就是现在想分开呗 你动摇了呗 就是如果说他能改 我没觉得我自己有什么错 我觉得两个人就是互相的嘛 你觉得我有问题 你说嘛 就是我说一句你不高兴了 你就不理人了 然后也不说话了 然后把负面情语也传递给我 然后咱俩在大吵架之后 才到最后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因为我不知道你到底怎么想的 所以我才会发脾气 才会着急 我跟他在一块 有的时候压力真的挺大的 但是他 我总觉得他不够理解我 不 这个很难理解 真的很难理解 你让儿子理解 妈这没法理解 那你今天到底想干啥呀 这我就想知道你想干啥 就是想让大家帮我分线 调教调教的 对 调教调教 然后我这边也想一想 然后我是回去之后 是该不该办这个婚礼 该不该和他继续在一起 我怎么觉得 需要调教的是你呢 其实在这样一个关系里面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对吧 你就属于你们俩能力大的人 所以你责任更大 我估计今天说你的会比较多 离婚显然不是一个正道 其实因为还有感情 对吧 对 只是我们找一个 怎么去调节和磨合的一个方式 对 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好不好 好 一起进入Tupid特问卷 我觉得 要不离了吧 我真的是这么认为 原因然后再加上市场不是很好 然后今年也是在规划 就是一直在看市场行情 那我问一下女生 你在西安是做什么的 我其实自己创业了 然后后来就不干了 对 其实你们俩就都没有什么 稳稳当当的职业 对吧 当时是没有 我的感觉还不一样 我倒觉得 这个年轻人 这个男生还挺靠得住的 就是一个22岁的男生 虽然我觉得是有点装小大人了 说我要结婚 我要给你未来负责任 但是我觉得他心里 是真的要负这个责任 他真的是安排好了 他认为 他想象当中能够给你的生活 你看他说了 我妈有个小生意 这样你来了就有事情做了 你在西安不也就是做小生意的吗 还赔钱了呗 没事干了呗 我们家有现成的生意 你来了可以继续发挥 他替你想好了 我呢 可能找工作也没有那么好 找我和我父亲 那毕竟在自己家里 开销没有那么大 所以我们再看看市场 赶紧抓紧时间去做一份 我能够持续发展的事情 我觉得他有计划啊 而且因为他没有收入 所以他特别抠门啊 他舍不得花钱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男生 在困难时期应该做的事啊 我没觉得他哪里做得很幼稚啊 两个人都不赚钱 都啃老结婚 他要什么 多贵的婚礼 什么忠实西施 要我就先不办 先好好工作 我们自己攒了钱 我们再去搞婚礼 是他有幼稚的地方 他本来就22岁 你指望他像赵老师一样成熟呢 你既然选择了他的真诚 你觉得无论怎样 他都是爱你的 愿意陪你一起过日子的 但你就要接受他 还不够完美 不够成熟 你不能什么都要啊 他给了你一份青春 一份安稳 一份承诺 我们拿出我们的诚意 你们俩都不独立啊 要说别结婚 还真的不应该结婚 全部都在啃老没有收入 你们真的自己去往前走一走 担当起自己的小家庭 再去说其他的事情 所以我建议啊 女生你退一步 不去计较眼前的一些 婚礼的牌面啊 她的不够成熟 我们共同成长一段时间 去珍惜啊这份 你这么有勇气 去结的这个婚 男生你也一样 少画饼 要创业赶紧去做 如果说现在创业 时机不对 你哪怕先赚一点辛苦钱 拿出自己的诚意 能干的事情先干起来 我希望你们能够真正走到 建立自己的小家庭 不再依靠父母 拥有自己婚姻 这样一个美好的结果 好吗 加油吧 我问你们几个问题啊 第一个 你跟他在一起 是为了陈家 还是为了嫁进他们家 我是为了和他 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 好 你娶他是为了陈家 还是把他娶进你们家 我是为了陈家 不是为了把他 娶进你们家是吧 不是 所以你们的核心理念 应该是怎么脱离爹妈呀 那你为什么说 我妈有个小生意要交给他 我要跟我爸创业 来你回答我 你既然要脱离你爹妈 为什么你会有这两句话 因为我觉得 你如果是要跟他陈家 为什么你说我要远嫁 嫁到他们家去 来你还要去接他妈的小生意 你告诉我 是 你不要跟我说 我行我不行 我有能力我没能力 没有的 你们两个人心里面想的 嘴上说的和行动上做的 完全不一致 你们的核心价值观出现了紊乱 就你一边要求他成熟 为什么 因为你把他当成你们家的主干 对不对 你希望他是能够扛起这个家的 但是你又没有发现 他所说的一切 主干是他的爹妈 你们两个人所有婚姻的一切 主干还是他的爹妈 未来那个家庭 主干还是他们的爹妈 那你成的那个家在哪啊 你为什么需要他成熟 你不需要啊 人爹妈成熟就行了呀 人妈把小生意交给你 不就完了吗 如果说你要的是 这个男人的成熟 主干是要这个男人 那么这三年 你和他在一起的三年 你用什么东西去促使他成熟 在这三年时间 他22岁连个工作都没有 你为什么选择了我嫁给他 而不是逼他去工作 你为什么会接受他说 我去跟我爸去创个业 你为什么能接受这一点 因为你心里面也很软弱嘛 你心里面也在想着衣服嘛 你明明知道这是不对的嘛 所以你今天来我们舞台干什么 你情绪失调嘛 你一方面觉得这个生活 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你一方面觉得这个生活 我未来是没有自尊心的 没有尊严的 但一方面又放不开 这种生活带来的诱惑心 为什么 因为你说我创业我也创不好 我工作我也坚持不住 你自己的独立性 也有问题啊姑娘 你要他成熟 无非是你希望他成熟之后 你可以依赖于他嘛 你可以躺平嘛 那么你们俩怎么了 比谁躺平的更快嘛 取进家和成家是不同的 你们两个人想用结婚 来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 结婚只会制造问题 现在我相信你已经明白了 是不是你这个婚结的 制造了很多新的问题 生孩子同样也是制造问题 而不是解决问题 如果你们两个人 问题要解决 很简单 婚结婚礼办 不要去他家 你们两个人 共同选一个城市 独立生活 自己找工作 脱离爹妈 活过两年 你二十四岁 那个时候 他是个堂堂正正的男人 那个时候 你终于可以有资格说 我可以有尊严的 去成一个家 就这样 既然男孩子 为了要娶到他 可以付出一切 那为什么当初 没有选择 直接在西安 买房子 两个人结婚呢 因为在西安 房价也太高了 那就买小一点的嘛 那可能连小的 都买不起 现在在你们当地 买的房子 是您买的 还是父母啊 父母给买的 所以现在不还是 父母买的嘛 对 因此在哪个城市生活 是得由您父母决定的 而由不得你 对吗 目前来说我是 这不就得了吗 对 假如你很爱 这个女孩子的话 这个女孩子 为什么一定非得 要到我们老家去结婚 到我们老家去定居呢 你完全可以 到她所在的城市 或者你们认识的城市 任何一个适合 你们发展的城市 租着房子 慢慢存着钱 开始未来的人生 父母有的那点钱 以后等我们瞄准 在哪个城市定居了以后 再资助我们 我们再买房嘛 否则你们叫什么呢 你们就成了 我最担忧的 以结婚为名义 完成迅速变富 这就是从父母那里 得到一笔钱 成为了有房本 有车子的 车房自由的年轻人 靠自个的话 可能努力个五年 十年都未必 挣得到一套房 一辆车 但如果告诉双方父母说 我们要结婚了 于是一方在准备房子 一方在给车子 你们不就为这个 结的婚吗 回到姑娘 当时决定嫁的原因 是什么呢 你觉得我做生意 也失败了 而在这个时候 一蹶不振的我看来 可能结婚 有一个稳定的家庭 才是重新洗刷 我人生的一个可能性 转折点嘛 人生靠事业 找不到拐点了 所以看看能不能靠婚姻嘛 因为事业在那一时的受困 决定躲到一个男人的怀里 我到那一户人家当女主人 可能可以独立掌握一些经济 然而去了以后发现 这个人什么都得提爸妈的 钱也得被爸妈管着 而未来的谋生之路 甚至都是爸妈安排的 得跟爸妈打工 和爸妈绑在一个身子上 这不就是现在让你觉得 窒息的地方吗 不管你的 这个是叫老公 不叫男朋友了 婚礼怎么办 我都觉得婚礼无所谓 你们别花这些冤枉钱了 干什么呀 现在你有这个办婚礼的钱 买礼服的钱 你自己好好的再去增加一些 自己的技能也好 或者知识也好 出去工作吧 如果你在当地 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的话 也不要去继承你婆婆的 那点小生意了 自己靠自己重新开始吧 如果他能够那么爱你 就像牛郎爱织女似的 年年让他追嘛 你就在后头追着跑就行了 什么时候能够给媳妇 一个家的感觉了 再把媳妇领回家办婚礼嘛 不要认为任何人 可以是你一个避风港 永远都不要这么认为 姑娘 不管是你的爸妈 还是你的丈夫 你的避风港 只能是你自己个 我觉得陆琪老师 那个建议是最好的建议 就是该结婚结婚 想办婚礼办婚礼 反正有个梦想嘛 有那么个梦想 就完成那么个梦想 然后两个人 踏踏实实出去创业去 别在家里待着 在家里越待冲突越大 因为他成长越缓慢 对吧 是 你会发现有一点 第一 不能对一个人 有不切实际的期待 二十二岁再成熟的男人 都是年轻的 就要给他时间去成长 我是特别希望他们能够 好好地往前走 因为这么年轻 有勇气往婚姻里走 还想把这日子过好的人 不多了 你们要珍惜 好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觉得我们 在一起这么久了 然后也经历过柴米油盐 酱醋茶 你觉得我性格上 脾气上有些缺点不好的 我都可以改正 就是我希望你能 就是在生气的时候 也能冷静下来 跟我说 我哪里有错 哪里做得不对 我肯定会为了你去改 也会为了这个家庭 去改正 但是就是这么多年了 咱们俩在一块 包括现在快结婚了 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 你很难 我不是很信任 我真的很爱你 我一定会为了你 为了这个家庭 为了以后 我一定会去 努力地去完成 就是像咱俩之前 刚在一起说的 然后我也是希望 咱俩都能有自己的事业 然后自己成一个家 但是我也不知道 怎么就 走到现在这样 我爱你 哎呀 姑娘啊 修正错误啊 错误是可以修正的呀 对吧 面对现实 不要毁灭 咱们去建设它 我还是希望你们俩能够 踏踏实实地过上 你们想要的日子 谢谢两位请回 这是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爱奇艺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吧 预测一下吧 男出女不出 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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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我们来看 他们自己最终的选择 是怎样的 请开门 在这儿办个婚礼多好 哎 哎 快去快去 会 行了 那个 叶老师 主持过那么多婚礼啊 你给人主持一下 等你们俩创业成功了 我给你们 主持婚礼 收钱不 免费 哎 谢谢 谢谢 行 好 创业成功的标准是 自己能够独立 有自己的家 自己独立的精神和物质 好 你看 婚礼司宜的事也解决了 接下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 他很浪漫 温柔 但给不了我安全感 我很爱他 但我也想做我自己 我不想辜负父母的期待 但他的不安稳让我感到迷茫 我愿意承担他的所有不开心 但是还希望他可以理解我 有请地队情侣 有请 小李二十二岁 来自辽宁学生 小张二十一岁 来自西安学生 欢迎两位啊 这反正不是模特 就是运动员呗 你们什么专业 我们是模特 在哪儿读书啊 我在天津 我在西安 异地恋 是啊 啥认识的呀 我们是父母 原来关系就很好 然后我俩是从小就认识 算是青梅竹马 你不是辽宁 他不是西安咋 父母关系又好了 因为父母是大学同学呀 然后就一直有联系 就虽然说是异地吧 但是还是关系很好 偶尔会来我们这儿玩 或者过去 就是这就算世交 谁提出来的说咱们好吧 我提出来的 现在异地谈了几年了 谈了四年了快 这太不容易了 就还活着这段感情 就真的已经很好了 是吧 对 有很多问题啊 一开始的话 我们在一起 其实感情很好 然后他是一个很浪漫 对我温柔 而且对我很好的人 但是后来我们时间久了 而且考虑到以后发展的问题 我就发现 其实他真的很自我 而且不负责任 就不是一个很实在的人 就让我感觉很不安 因为我们在一起很久 这些人确实不能要了 按你的说法 对吧 自我 不负责 不切实际 行了 姑娘说吧 别扣那么多帽子 对 他太爱玩了 就是我们异地的话 一开始是有说好的 说去酒吧这件事 我们说好 两个人都不去 他一开始跟我答应得很好 到后来的话 他就跟我说 他想偶尔去一下 我心里很记忆这件事情 但是我同意让他偶尔去 他后来就变本家利啊 就经常去 答应我说十二点回家 然后我到十二点给他打电话 给他发消息 他就跟我失联了 然后到第二天早上 给我发信息说他回家了 然后还告诉我说 当场其实有他异性朋友在 我这个人真的非常介意异性朋友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了 就算是好朋友要有边界感 所以当时我真的很生气 而且这样也不是一次两次的 也经常这样 说怎么回事 就是说那个异性朋友吧 首先他是我的好朋友 就是我们俩认识的 有十多年了 其次如果说 当晚我跟他说的话 他的性格就是一个非常 疑神疑鬼吧只能说 就是说他会让我去拍视频 发照片 证明到场到底都有谁 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 会让我的朋友不自在 所以我选择就是 先不跟他说 等早上回家之后再告诉他 不是答应人家不去酒吧的吗 那不还年轻吗 那你别答应啊 我是的确很少去了呀 我这可能就是 那个月就是情况比较特殊 我朋友过生日吗 我才去了一次 一个学期就去了一次是吧 一个月去了一次 或者两个月去一次 那还好 虽然就不该去啊那种 但是还行 还行 还行 但是在我的视角里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觉得是说好的 后来他因为这个事 他跟我道歉了 其实他来找我了 这个事我就算了 但是后来同样的事情 类似的事情 他还是有 而且我觉得更严重了吧 有 就是因为我们异地 就说好的他要来天津找我 就已经说好日子了 就临近日子的时候 他跟我说他有事来不了了 我说那可以 那我能理解吗 但是呢 当天晚上 我刷发朋友的朋友圈 看到他们发一个照片 他跟他的朋友们在成都 而且他身边还有一个女生啊 很亲密 站得很近 你搁了我就算了 你还要去旅游 还是跟你朋友 你也不带我 你不带我的话 你旁边还有一个女生 让我怎么想 什么情况 就是说吧 当天我答应找他之后 然后我朋友给我打电话说 要跟我一块出去玩嘛 然后我想就是 好久没有在一块了嘛 可以出去小聚一下 但我如果跟他说之后 他会跟我生气啊 说因为朋友的话 不搭理他 所以说我只好先斩后座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逻辑呢 就是说 我害怕他生气 我不是不去 我太怕他生气 我选择骗他 这是个啥逻辑 也不是骗嘛 到成都的时候 我跟他说了呀 但是你旁边还有女生啊 你就是很亲密啊 那个女生不是我认识的 是我朋友的朋友 我根本不认识他 不是 那为什么不来看女朋友 而去跟别人玩呢 因为我觉得 我陪他时间很多了呀 我基本上都是 一个月找他一次 半月找他一次 可是我朋友他们 一年才两年聚一次 所以我觉得 这次我选择了朋友 那为什么没有邀请 他一起去成都呢 那边说的都是 好朋友聚会嘛 就是我们身边有 好朋友有女朋友 他们都没带 所以我觉得 我带也不太好 那那个女生 是什么人的朋友呢 那个女生 怎么有人带呢 那个女生不是 咋说那个女生 你看你看你看 说不清楚了吧 你真没有 就这只能说明 真的是好朋友 真的是好朋友 就是说 真是我好朋友的好朋友 行吧 但是我说过 我对异性这话 真的非常介意 这姑娘特老实你看 你看你碰到 像我这么一个 胡搅蛮缠的 你完蛋了 对不对 所以你来承认错误是对的 而且她后来 就是这个事情 我跟她是闹了分手的 已经分了 大概半个月了吧 然后忽然有一天 我妈妈给我打电话 就说让我回家吃饭 我回家我就看到 她跟她妈妈在我们家 就我回去的时候 她妈妈就说 说让我不要太生气 说这事是她做的不对 然后就让她给我道歉 什么 就还是希望 我们能好好在一起的 而且我觉得 她可能真的是有去 因为这个事情 求她妈妈找我过来和好 我就觉得她可能 不会再犯了吧 我给她机会 但是后来的话 我们还有比这 就跟着类似的事情 你可以再接着讲 她其实是一个 很喜欢穿搭的人 然后她刷到那些女生 穿搭很好看 她会给她们点赞 互关 甚至还会去聊天 说什么你真好看 那我当然会生气 因为我说过无数遍了 我很介意这个关系 不管是朋友 还是陌生的异性 你也看到消息了呀 我们没有说 任何越界的话 对不对 而且是什么 在我问人家衣服 在哪里买了之后 人家给我做了 很详细的回答之后 我礼貌性地回了一句 谢谢你真好看 我觉得这是个 很礼貌的问题 也没有什么不妥 不是 你问那衣服 在哪儿买是买给你穿 还给我女朋友穿 因为我觉得她的衣品 不太好 她买 但是 不是我喜欢的衣服呀 我跟她说过很多遍 我上班的时候 就穿的是 我自己不喜欢的衣服 我日常生活中 我跟她在一起 我不想穿我不喜欢的衣服 那她给你买 什么样的衣服啊 就是一些 有拍照吗 有照片 一些很奇怪的衣服 很奇怪 所以我不想要 因为她是一个 很时尚的人 这是一双鞋子 这是一个耳机 这是我喜欢的穿搭类型 一个女生 这也是我喜欢的风格 这是你给她买的是吧 她要给我买 但是我不喜欢 我们俩也吵架 她等于在 这种社交平台上面 问这些女生 这个的链接 要链接 而且这只是一部分 我觉得我女朋友 是一个学服表专业的 应该与时尚的结果 所以说 身为她男朋友 我觉得 我想让她穿的漂亮点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是没有问题 她给我 其实也有买过 我喜欢的衣服 当时我们暑假 我有一个 非常喜欢的裙子 然后她也有那种 非常喜欢的裤子 她当时还自己赚钱 去打工什么的 就背着我偷偷 买了我喜欢的东西 我就觉得她当时 其实放弃了 就她很喜欢的东西 来为了我 让我开心 然后我真的觉得 挺开心的 这个回忆对我来说 很珍贵 就是我真的能知道 她在对我好 但是就是她给我也买那些 我不喜欢的 我就觉得 为什么要花这个冤枉钱呢 好像在消费关上 双方还有点 那么小偏差的 对 而且我们有 共同存钱的一个账户 我们俩说好 是一个月往里面 攒多少钱 已经半年了吧 她攒进去的钱 根本没有多少 剩下的钱 基本上都是我攒进去的 我们那个钱 就是为了我们以后 发展的启动资金 什么的 就已经说好的事情 她还是 就这样没有做到 对 我承认 我的确是答应她攒钱的 可我想的不是攒这么严格 我觉得攒钱就是说 我这个月可以多存一点 下个月少存一点 只要存够 一定数个就可以了 再说了 我存的钱 可以带你出去旅游了吗 你带她去哪儿旅游了 去大理的 她当时那个 期末考试压力大 想去大理看看尔海 我跟她就走吧 她当时知道我压力大 然后她就做好了 什么衣食住行 就是当时我一放假 就拎包带着我走了 然后我们在那边 反正玩真的很开心 感觉是我们俩在一起 我感觉对我来说 一个最宝贵的回忆吧 开不开心 因为真的让我觉得很幸福 花没花钱 花了 那你就别说钱的事了 你们去那儿也没拍点视频 什么的 让我们也看看 有吗 我自己有做的是一个 别的视频 就她对我很好的一个视频 就我也很纠结 因为我们俩的问题很多 但是她真的让我也觉得 真的挺幸福 我不想放弃 我们先看一个视频吧 啊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反正你要看这个 觉得这个恋爱谈得很甜蜜 你完全没法跟今天在舞台上 你听到那些信息叠加在一起 但它确实又是生活的一部分 是啊 这女生说你看啊 我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自己做这个的时候 我都觉得 哎呀 其实我们俩的感情挺好的 对 真的感情很好 但是我一想起这些烂七八糟的事 我就犹豫了 那我们再听听还有什么事吗 对 有一个其实很大的问题吧 就是我们现在大四了 然后要毕业了嘛 我就出笔特问卷 女生你想要改变一个男人 是肯定不可能的 这事百分之一万做不到 谁都做不到 所以她当初给你的那个承诺 只能说她承诺的那一刻 是真心的 但是这个承诺不是永远的 而且承诺本身就是一个 最不值钱的东西 所以你拿这个承诺来衡量 她是否能做到或者说 是否是爱你的一个依据 这事本来不成立 接下来说回来就说 你说她浪漫 对你细心 对你照顾 你想想 一个男人如此之浪漫 能给你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 对哪个女人来说 不是致命的诱惑 她就是这样一个性格的人 那她身边就会 云集这样类型的人 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我们在选择一个人的 优点的同时 也选择了她的缺点 你不能只接受她的正面 而当她背面呈现出来的时候 不行我不要 所以你要很清楚 很理智地认识到 我到底想要一段 什么样的人生 我到底想要跟一个 什么类型的人在一起 我是需要一个浪漫的人吗 那我如果找到了 一个浪漫的人 那我就要接受 她本身就是一个 可能很感性的一个男人 但是如果你要说 我想要一个踏实稳重的 那她可能就无法给到 你生活当中那些小惊喜啊 小确信啊等等 所以就看你到底 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吗 这是你自己 需要问自己的问题 第二点就是 我给你们的建议 你们可以有第三条路啊 不一定非要留在杭州 和全国的走吗 你们可以把杭州当作一个落脚点 你全国走你也需要一个落脚点嘛 对不对 现在杭州扎下来 然后开始全国走 我觉得相爱最好的样子是 我们都能支撑彼此 去完成彼此想要做的事情 而不是说舍弃掉一个人的梦想 或者舍弃掉一个人想要做的事情 这样的话 那有一个人是会受委屈 他长时间受委屈 他内心一定会崩溃的 他未来就会说 你看我当初为了你 怎么怎么样 放弃了我的什么什么什么 你能背负吗 背负不了 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想一个第三条路 两个人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挺好的 就这样 你们俩今天在场上的对话 是从男生的小欺骗开始的 其实为什么在恋爱当中 一个人会隐瞒另外一个人 听起来虽然不是很大的事 其实背后无非是两种原因 一种原因就是 你们不合适 一种是不爱你 所以他糊弄你 其实就很简单 你们今天走到现在四年 感情在 但是真的合适吗 也许你们两地的生活 才造就了你们真的在一起四年 因为反正他也不在身边 他去不去酒吧 你就是不高兴他也去了 如果你们是在一所大学 你们四个月都谈不到 当你们真正在一个空间里的时候 因为你们之间性格上的不合适 会有各种矛盾 当然如果我们乐观点的话 那可能过了磨合期两个人 就适应了吧 你就欣然接受他要去酒吧玩 你会吗 女生我觉得你很难 因为你站在那就是一个很认真 很严谨 虽然也爱浪漫 但骨子力还是爱安稳 比较理性 对生活职业有规划的人 他和你就不是一类人 他是还没有玩够的男生 我相信他喜欢你从小青梅竹马 那种情愫从小就有 到现在也是刻骨铭心 但是没有办法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他尽量地去说你喜欢怎样 你去杭州我跟你去 但他那刻不安分的心 在哪儿都不安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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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我得开始有计划了 所以你把自己当成了定海神针 你定住了 并且希望靠自己定住 拉着它一起定 这个定的状态 其实有时候 可能会让我们损失一些东西 你还太小了 才21岁 这个世界才刚刚对你打开怀抱 该玩的时候玩吧 该放松的时候放松吧 以你在任何年纪 都可以做出一番不错的成绩 去杭州吧 好好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不用再去想我该怎么样拴住这个人 他如果是你的马 自己会跑来 如果他不是你的马 你怎么样地拴住他 他都会咬断江神 自己跑向其他的地方 你那么忙那么累 你需要有一个会放松的人 带着你玩 有一天你会感激 可能这一个人在你身边的作用的 他像你的泻压法 他会使你在一个高压的工作状态里头 忽然有一刻轻松下来 这么说不代表 可以让你一直这么放松下去 因为松得过度的话 这一个人真的就是 显得挺不靠谱的 该不该去杭州陪他 该用什么样的方法 出现在他面前 这一个您自己慢慢摸索 女朋友很介意的那几点 您必须得保持住 特别是边界干 有一些边界 当你的女朋友 明确地指出来的时候 你就必须得把她当边界 哪怕你不认可 但当你认可了她 你就得按她的边界执行 因为那一个 关系着你们两个人的未来 就开开心心地去杭州创业 她愿意来她就来 她不愿意来 你让她全国各地到 你们有感情就渐渐 没感情就淡淡 所以我觉得没啥 这段感情还挺好的 因为她在这段情感当中输出的 恰恰是这姑娘最缺少的 你带给她的是鸟语花香 这就挺好的 你们就这么谈着吧 不做决定嘛 你去你的杭州嘛 愿意跟就跟嘛 不愿意跟 你就全国各地去那个嘛 你也可以坚持自己的想法 再勇敢一点就好了 你说我有想法 我就想到全国各地去看 看完再定 也行 放松下来 好好恋爱吧 剩下的时间 这六十秒 你们再浪漫浪漫 我觉得挺好的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很喜欢你 但是今天听完老师说完之后 我知道我也有一定的问题 我也会去及时地改正 我也会去反省 希望你可以包容我吧 我其实不想分开 因为我对你感情真的很深 所以如果你说 你真的有办法去改正 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下去 而且去杭州那个问题 我也不会说 比你跟我一起了 就 反正希望我们能好好在一起吧 我也肯定希望呀 好可爱 不知道怎么说 就亮灯吧 你看 这个那个幸福的感觉 它是一于言表的 请回吧 谢谢两位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 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1 情感供货的观众可以来电 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来吧 预测一下 肯定双出 但是 我是希望他们不要被 这个青梅竹马的魔咒困住 放松地谈恋爱 肯定是双出 我希望他们快快乐乐每一天吧 但是未来何去何从 交给时间 一对逼人 郎才女貌的 双出吧 行了 请开门 往过去啊 还拿着个劲儿 哎呦喂 你快点啊 来吧 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 来 本节目由葵花药业 独家冠名播出 修护胃粘膜 认准葵花魏康林 再次的感谢 葵花药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同时也谢谢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